政府自力興建簡約公屋 但選址引起爭議 處理行政長官陳國基 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 主動回應有關簡約公屋的爭議 我們借這些地是五年 這幾年用了之後 我們會還出來做它原本 它要來做商駐大廈也好 它要來商業發展也好 它要來建什麼都好 我們做回那個用途 就不會改變的 所以這只是臨時性 臨時性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市民的諒解 我知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們這幾年的時間 剛才我提出 是能夠幫到我們 可能超過十萬個市民的話 解決他們很需要的房屋 那個需要的話 我覺得是很值得做的 陳國基強調 簡約公屋政策只是臨時翁途 認為香港作為國際花城市 社會上仍然有一些市民居住在惡劣的環境 應用政府走出第一步解決住屋問題 他希望儘快為劏房戶改善住屋環境 背後的社會價值 不可以用錢去衡量 總結束了